這組的同學都非常喜歡吃魚 但是像鱉魚、鯉魚、絲目魚、熱魚這些多次以類 常常會讓我們挑刺跳得很困擾 然後又容易卡喉嚨 也是有一種料理的方法 叫做斷刺法 它是用菜刀將魚切開 然後將魚刺切斷 再經過油炸 讓魚刺變得酥脆 然後可以更好的入口 但是我們覺得這樣子太累了 就是我們阿B可以弄到的斷刺刀 我們斷刺刀就是將魚刺切開 然後將魚刺切斷 在經過油炸之後讓魚刺變得酥脆 可以直接入口 然後這樣 如果大家可以很容易的 就可以吃到很多次的魚類 我們講到斷刺刀的優點 它不僅除了駕魚的便宜 可以讓大狀更接受的多次小型魚類 使用上野這樣很快的廚房 你可以一次補根刀片對於魚體基底的斷刺 達到無倍的效果 刀背還具有新刮魚鏈的功能 適合兩樣的高級 為了更好達到斷刺的效果 我們仔細研究了這四種多次魚類 發現他們從脊椎到表皮的厚度 不超過1.6公分 所以我們選用了長達4公分的10號解剖刀片 其中2公分埋入作為底座的 沾板中充當吃力的部分 多出來的2公分 可以很好的切割魚體的細緻 魚體的細緻 魚體的細緻呈現橫向材料 所以我們選用由5支刀片組成的斷刺刀 其中間隔0.4公分 切割的時候魚體的細緻不會超過0.4公分 而且油炸之後會萎縮變得酥脆更好力 斷刺刀的製作 就是用噴燈先將水管烤軟 然後再將塑膠砧板放入水管內 再泡入冷水裡面將它塑形 然後再將塑膠砧板取出 然後用線具 將塑膠砧板割出五條線 然後再將這個解剖刀 鑲嵌到我們的塑膠砧板裡面 然後再用膠水加固 再把加固好刀片的塑膠砧板 鑲嵌放回水管裡面 這樣我們的斷刺刀就完成了 好 那我們來示範斷刺刀的調剖刀 今天示範的魚種為虱目魚 在魚體清完內臟還有魚鱗之後 我們即可開始斷刺 我們一定要從頭部開始斜刺 避免卡到腮蓋 然後我們左手捕著魚頭 開始斷刺 從表皮切入 移去 切到尾部 完成斷刺 然後正常是很方便 兩邊都要斷刺 但因為我們是示範堆子 示範一面 那我們把魚體丟到油鍋中 清炸吧 好 魚因為這次出炸 我們來試試看看 魚肉聽過斷刺後都好出炸 然後非常容易入口 讚 鮮肉